我下午一 上楼灯 来看看 菜汁已经大烂了 今天让它晒一点 然后下午的时候用风车 把里面的渣子和飞车把它吹出来 然后就装带就可以去榨柴油了 然后忙了几天 今天准备去休息一下 当然是去干正经事 不停的叫了 是不是这个车是不是有意见 那确实是干正经事 我打算个人出一点知 去支持一下我们现在整个餐饮和服装业的发展 良性发展 持续发展 度过今年这个经济不景气的难关 然后同时也为我们现在的整体GDP买上新的台阶 做出有利的贡献 非常非常有利的贡献 所以今天要去干一件非常正经正经的事 干一件大事 干一件利过利弊 真事 说直白一点就是长大的衣服 我发现今年 就是除了我干活的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的旧衣服了 去年的衣服就这么一件 能够穿 其他的衣服都装不下我 然后这个裤子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情况该严重一些 所以今天正好有空能够顶促8天时间的 赶紧去买两套衣服 要不然每天就只能穿着一套 好了不说了 现在赶紧出发 大伙儿咱们饭馆去 这个筷子只有一筷子 这个包装帅里面 这老板娘是做太多的事 看着我咬它也很热的 一般不都是咬平嘛 这个筷子还给我咬它 可以 可以起来了 这是泡椒牛蛙 看着它还可以啊 这个看着可以 吃这个也好吃 这个牛蛙吃的又香又嫩 老板爷 人也还好 你要吃这么多饭 你看 我先吃个大的 我吃吗 好 你好 现在有点鲜儿 这아요 香甜 今天中午吃这个牛肉 吃的还是比较嫩比较新鲜 吃的还是很香 只是吃到最后的时候 initiate 那个有点咸了 不过还好整体感受味道还可以 没吃饭之前都没有客气 吃完饭之后马上客气就来了 所以现在要去闭一门 好吧 这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